如果不是当初父母及时的一巴掌 现在德云社叛徒的名单中 也会有烧病的名字 他每天日以继夜的练习基本功 不断打磨唱曲技巧 清脆甜美的声音深受观众的喜爱 原以为能有大好前途的他 没想到声音竟进入了倒仓 这相当于毁了一个相声演员 可他并没有认命 每天日日夜夜钻研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从相声演员到肌肉猛男 现在的他站在舞台上 有着更加强大的气场 他还在相声表演中加入了很多新元素 经常穿着西装就上台了 这种风格的碰撞 让他形成了独树一枝的表演风格 因此收获了一大波迷妹 如今他的相声专场更是常常爆满 可谁承想如此优秀的他 年少时也差点走了弯路 2010年是德云社最不堪回首的一年 老郭最得意的弟子曹云晶 大闹他的生日宴 并扬言要离开德云社 还拉着烧饼一起 战胜让东北老家的父母知道后 急忙连夜赶来 见到烧饼后 直接一个大耳光抽过来 也就是这个巴掌顿时让他醒悟了 于是二老带着他灯门向郭德纲道歉 恳求师父原谅他 在父母的苦苦坚持下 最终郭德纲选择原谅了他 并待他依旧如故 其实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也是可以理解的 烧饼出到德云社时 郭德纲很忙 很多知识技能都没时间亲自取交 可那时的曹云晶已经想要名气了 在舞台上也能够挑起大量 于是吩咐曹云晶代为传译 在烧饼心里 曹云晶是个小老师的形象 看到他经常上台演出 心中也是羡慕不已 甚至一度把他当作自己的标杆 没事的时候也喜欢跟在师兄的身后 像个小跟班一样 事后当得知师兄要离开德云社时 已是重情重义 想要跟随师兄的脚步 而且那个时候他年纪尚小 在他的认知里 只是觉得师兄以后不来德云社了 不过是家事而已 并没有想到背叛师们那么严重 接着在父母的一见耳光下 他也立刻幡然醒悟 网传烧饼曾背叛德云社 郭德纲也是亲自为儿徒辟谣 只不过是年少时 差点被人骗出德云社罢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郭德纲对那件家事一直闭口不提 但在烧饼眼里一直都是个疙瘩 每每提到此事 他都会愧疚落泪 我师父就跟我 和小四就说 特别云淡风轻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说那个 就是 过去了 没事吧